大家好我是阿姬 上支影片里有观众留言 让我说一下最近震惊大马网红圈的YBB事件 当我第一次接到这个要求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 嗯 我不想被人说我趁热度 不过后来我发现 找以前的事情来说 会被人说我过时 拿旧文来骗赞 犯旧账 做别人做过的主题 又会被人说我超爽 江郎财敬之类的 我太难了 反正也是要被说的 那我也不装了 这次就来称一下 最近在马来西亚网红圈 闹得沸沸扬扬的YBB事件 这次事件的主角原名杨红林 外号杨宝贝或者YBB 1994年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生的YBB 在15岁的时候 经朋友介绍 成为学生杂志的model 16岁就出版 以校园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搞笑的写作风格 加上甜美的外形 让小说大卖 YBB也被封为美少女作家 之后他顺理成章的加入演艺圈 出专辑 派电影 YBB经营的YouTube频道也有50万订阅 每支影片的点阅率也相当不错 除此以外 他也是减肥产品的微商总代理 还经过奶茶店和假娃娃店等副业 27岁就已经事业有成 YBB绝对称得上是人身赢家 至少在4月17号前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2021年4月17号 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名女子站在高处想结束自己 最后被消防员救杀的影片 因为YBB在同日早上曾经发文跟粉丝道别 于是网民就把两者连上 而这猜测也很快被证实是真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 接受自己是违法行为 导致YBB被救下来之后 就马上被拘捕 关进了监狱 没办法及时出面解释 有网民根据YBB以前的IG贴文猜他可能是为情所困 也有人猜他是因为疫情生意惨淡而为财所困 不过很快在YBB相关的贴文底下 就有网民留言说自己被YBB诈骗 他们说自己跟YBB买名牌包 钱付了但却一直收不到货 受害者除了贴出聊天记录 汇款记录 甚至还有YBB的身份证来指控他 而且这样的贴文还越来越多 就在大家都以为YBB是因为卖包骗钱 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同时 又有网民发贴文和影片 说自己跟YBB买YouTube频道 付了钱但却没有拿到频道的经营权 跟卖假包一样 受害者也不止一个人 而且金额比卖包的还要高很多 至于YBB卖的频道到底是谁的呢 我们等一会再说 这时候网络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同情YBB的受害者 支持他们发声 并且认为YBB是自作自受 而另一种则是认为 YBB的受害者在这时候发文发影片 是对YBB落井下石 也有百万网红出影片帮YBB说话 与此同时 因为YBB的家人出Post 让卖包的受害者联络他们处理赔偿的事情 有骗徒就看准时机 假冒YBB的家人 对卖包受害者进行骗上骗 过没多久 有网民又说自己多次在赌场看到YBB赌钱 而且每次下注的金额都非常大 怀疑他是因为沉迷赌博才会那么缺钱 还附上影片作证 让原本已经乱七八糟的情况变得更糟 4月30号事件发生后的第13天 从监狱被放出来的YBB 在YouTube上藏了名为对不起的影片 影片里YBB坦承自己卖假包 也承认了自己因为赌博欠下了高利贷 慢慢演变成以待养待的恶性循环 不过他解释说 自己最初是为了赚钱给前男友花 所以才会越陷越深 本来这时候大部分网民还是支持YBB 甚至还有被YBB骗过的YouTuber也在影片里面留言鼓励他 但这影片里被YBB暗示为小白脸的中国籍前男友却做不做了 前面不是提到YBB卖YouTube频道诈骗吗 那个YouTube频道其实就是属于YBB的这一位中国籍前男友 根据YBB的说法 前男友因为要回中国 没法再经营YouTube 所以委托YBB把频道变卖 但是前男友却反驳 是YBB在他回国前约他见面 假装道别 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把他的手机卡掉包 再盗取他的YouTube和IG账号转卖 前男友还说自己没有花过YBB的钱 YouTube和接业配的收衣也全都进了YBB的户口 面对前男友的指控 YBB并没有正面回应 而网民也开始觉得 YBB把前男友拉下水 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方向开始慢慢转变 不过更大的反转还在后面 就在YBB发布道歉影片后几小时 另一位YouTuber林商进发布了一支长41分钟 名为YBB事件镇上的影片 影片里总共有6个人 当众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位 YBB奶茶店的前合伙人SKY 原来YBB在17号被救下来关进监狱后 把手机交了给SKY保管 之后因为还在监狱的YBB被揭发卖假包 YBB家人就让SKY打开手机 打算整理受害人的资料 却意外发现了很多令人细思极恐的聊天记录 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受害者 所以他们决定拍这支影片公开YBB的真面目 那到底YBB对这6个人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是SKY 刚才说过SKY是YBB以前奶茶店的合伙人 也曾经借过不少钱给YBB 但YBB为了找借口跟其他人借钱 对外说跟SKY合伙的奶茶店倒闭之后 每个月要还七八千马币给SKY 把SKY形容为欺压自己的黑心老板 同时他还发现YBB用亲人离世做借口 跟其他人借钱 林上进是YBB的网红朋友 YBB骗到说因为微商的上级 逼他每个月要进一定数额的货 不然就会被告 跟他借了一万八千马币 但是后来他发现原来YBB提供的汇款户口 是赌博户口 Charles也是YBB的网红朋友 之前一直也在几千几千的借钱给YBB 出事前 YBB同样用微商上级逼金货为理由 跟Charles借了一万马币 不过聊天记录却发现 他对外跟别人说Charles不肯借钱给他 1亿跟YBB也是认识五六年的网红朋友 虽然以前也有借过钱给YBB 但后来听说YBB可能涉及赌博就没再借 在YBB出事前不久 一亿在一场四人的网红派对上 丢失了手机和身份证 当时一亿也没躲响 只是单纯的到警局备案 直到SKY拿到手机后通过聊天记录发现 原来偷手机的正是当天跟乙一一起出席活动的YBB 而且这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在出席活动前就和其他人预谋策划 目的就是要拿乙一的身份证去接高利贷 后来因为高利贷要求本人拿着身份证拍照 YBB看没有办法才放弃 但他最后还恼受惩怒的呛了一下高利贷 要知道当时YBB已经把乙一的身份证发给对方 他这一呛可能会激怒高利贷的人 通过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并伤害乙一亿和他的家人 聊天记录还显示 YBB也想过要偷其他网红朋友的手机和身份证 Cod和K是YBB的卫生上司 而K也是认识YBB十年的朋友 当初也是YBB跟K说自己被网红圈的朋友 还有奶茶店的合伙人欺压 K才提回YBB做起了卫生 两个人借了有六位数给YBB 但却反被YBB抹黑说要逼他进货 其实YBB做微商的收入非常高 第一个月就赚了十万马币 但是过没多久 K却发现YBB挪用公款 导致客户付的钱却受不到货 YBB一会儿说自己被前男友骗 一会儿又说自己被银行骗 才会亏空公款 K和Cod也相信YBB的说法 没有追究 还继续借钱给YBB 直到这次事件的发生 另外K在很久以前 曾经把YBB设定为自己FB专业的管理员 但YBB在出事前竟然移除K的管理权限 在企图利用K的FB专业进行诈骗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原来YBB还曾经和其他人预谋绑架 前面提到过的中国籍前男友在抢他的手机 其实在发布这支影片前 六个人曾经叫上其他受害人 和刚从监狱出来的YBB当面对质 希望YBB亲口说出事情的真相和道歉 但没想到YBB却回他们说 不认你们说吧 你们说得出的 我就认 这时候几个人也终于对YBB彻底死心 决定上传这支影片 让大家认清YBB的真面目 避免以后有更多人被骗 而在影片里 Kod对那些不了解事情真相 无条件支持和同情YBB的人说 请不要用你们盲目的爱 给予他无限的力量 这支影片出来后 风向来了个大反转 曾经发影片帮YBB说话的网红 也把影片下架 目前YBB表示自己会尽力还钱 看完之后 大家也没必要对任何人下任何定论 只是希望大家要记得 人不可貌相 好了 我是茶几 我们下期见 拜